你什麼事兒啊 仁華縣的說服戰策裡 有一個大疏漏 《寫言經家大明》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好改編的IP 短劇集的表達 給這個項目實話提供了一個契機 每一個角色的動機很鮮明 大家的心思是很複雜的 也是不同的利益集團在進行博弈 他的職業其實是丈良填母 是一個地理策繪的一個工作 術性執政我沒有算錯也不會說我 他的追求特別簡單非常單純 他做的抉擇是非常直接的 無關利益就是對 帥家莫是飛動整個司機案的人 承仁清他是一個壯師 我先請你還老帥一個工的 工的 都是有價格的 我能把官司打明白證明我比較厲害 你出錢我出我的智商 滿嘴子浩然正氣仁義道德 實際上就是你給我多少錢 我就給你多少公道 隨著這個司機案的不斷進展 這種唯利仕途的書生 也會脫離對相聲的俘庸 找回處心明白自己想要的公道是什麼 封碧玉他希望弟弟能夠有一個 更好的名勝 封寶玉挑進帳單 祝民親 封寶玉柔道遠丁司機案稅 最初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兄弟要去做 可能我不能把兄弟一個人扔掉 我會得陪著他去 我就是跟老帥結伴同行的 在明朝民生凋敝的情況之下 范淵為代表的鄉紳集團 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團體 一點一點一點 這些鄉紳們飲田 欺占了百姓們的田 百姓每年交的稅賦都會多 實際上在這部戲裡 我想表現出的是一個明代官場 特有的一種微妙的關係 你就是個叛徒 他們都有自己要考量的立場 有自己要考量的利益 恭迎黃之鋒旅人 黃定道是由京城下來的 他發現金安這種小團體之緊密 是他很難打破的 他在這個地方一定要做出證件 那七個線都打開他們的價格庫 一遍查閱 阿許他讓帥家墨進價格庫 這不許我請幾位神仙來助權的 方茂貞他的外號叫方石像 就是一個非常佛系的專員 他的理想就是什麼都別動 他對於四鞠案一開始 是一個非常抵觸非常驚恐的態度 多角了誰說的 毛潘鳳就是一個出身貧寒 最後是順利地通過了科舉 搭上了直線 四鞠案會威脅到鄉紳的理 也就是威脅到他的利益 他要去向這些鄉紳證明 我是能夠用的人 毛直線害怕了 我怎麼會怕的 鄭思琦從理性上 他會覺得帥家墨這個事情做得對 但是從利益上來說 他又必須去維護本線的利益 必須跟其他直線聯合在一起 去對抗帥家墨 家務只需輕輕易搏便可推翻 好 任老 任意他實際上並不是直線 他是主部 他的態度很簡單 就是我要保住我自己的現場 百姓負擔已知極限 多家一號都會崩塌 無論私捐水是真是假 都絕不敢贊同 劉景實際上他是一個私服官 職位不高 但是他到了這之後 有些案子可能會翻過來 憑什麼 給你的是超級知名 劉景推動這個私捐案的發展很簡單 因為他和基安府沒有任何瓜葛 所以來的官跟本地的官 都是心懷著自己的利益 圍繞我這私捐案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問題 這裡面每一個角色 實際上都在根據自己的立場做選擇 我覺得是充滿了戲劇性 L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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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前一名的負擔 小羽們 主題目 我是重視師大集團